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微妙的 耶稣讲到第六节里面 他说约翰 你不要因为我而跌倒 凡是不因为我而跌倒的人 有福了 耶稣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约翰的问题 就是他正在因耶稣而跌倒 至少在这个边缘 他被耶稣所传的道和耶稣所行的事感到困惑 感到被冒犯 我会这样讲 今天 在今天这个时代 有许许多多的人 是因为像世纪约翰一样 是因耶稣基督而挣扎 有许多听到了福音 而又离开主的人 是因为他们被他们所听到的 这个福音所冒犯 他们因耶稣基督而挣扎 但是呢 从好的一面来讲 我们从约翰的提问当中 可以学到两件事情 第一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算你要死 你都要搞清楚耶稣是谁 阿们 从约翰的这个提问里面 我要对各位 特别是来听福音的朋友说 这辈子 让你死不瞑目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 是你的 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困难吗 是你身体上的疾病吗 不是的 在武侠小说里面有人被暗算了 然后最后一口气 之前最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谁 他知道杀死他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约翰要死了 请问哈 约翰不是来说 我们等候的那一位是不是你 如果是你 你早点把我捞出去啊 约翰不是这样问的吗 约翰到了要死了 他最关心的事情 不是他到底会不会死 不是他会不会被救出来 而是你到底是谁 不然我死不瞑目 不然我不知道我做这一切为什么 不然我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挣扎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服事就失去了意义 那我这一生算什么呢 对吧 这才是他 因着对基督的身份的挣扎和困惑 而产生的他个体的身份 个体的命运 甚至这个个体生命的全部的价值 都面临一个危险 就是要被抹平 要变成灵 这是他不能够接受的 他不能够接受这一点 远远超过他不能接受 他会死 他可以接受他死 他可以接受他得癌症 他可以接受他失业 他可以接受物脉 但是他不能接受这件事 所以他死都要拖个人出来 一定要问这句话 前段时间有个弟兄他来问我 关于他们婚姻当中的挣扎 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称这个叫做约翰斯的提问 他就说 他说我在婚姻当中忍耐 我可以忍耐 但是在这种忍耐的最后 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许直到最后那一天 他说我的妻子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有妻子也会说 到那一天我丈夫还是那个样子 也许比现在还糟糕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我这一生 我的忍耐 包括我的婚姻这一切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说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因为这是约翰所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会说呢 当我读到约翰所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非常震惊 但是我也呢大受这个安慰 我先读到约翰所提的